现在也吃这个是必备的 然后但是我们就会在香肠上面做文章 比如说后来就是广市田肠 出现在了贵州的香肠市场以后 他跟本地香肠有了一段battle 基本上小朋友的心都会被广威香肠给 就是夺走 然后大人们还是占那个本地香肠的这一块 对我我就是被那个广威香肠夺走那一波 所以现在即使到了29了 我还是喜欢吃广威香肠 这是我们那边广威就香肠的味道 然后今年回去以后还出现了那种 就是你知道香肠是要用塞的吗 塞在那个肠衣里面 现在可以做成那种塞口感跟午餐肉很像的香肠 然后还有有纯麻的那种味道 还有纯辣的味道 然后还有那种综合了两种味道 综合了广威甜肠和和麻的香肠的那种香肠 就大家在这上面大作文章 因为家家户户都会买 我上次给大家送的也是那个东西 好 然后有被长辈要求表演节目吗 没有 都回去都不像以前小时候了 怎么还要表演节目呢 最后有和表面提放巴黎恋人的烟花吗 没有 因为那个巴黎恋人 我问了那个谁 多余他说要去 那个地方真的很远 就是留点期待下次过年再放 好 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刷什么 应援曲我听了 我看到大家不止一首 很厉害 谢谢大家的用心创作 我有收到 好的 这个咱还是实话实说 这个礼物其实送就咱们聊天好吧 聊天聊天 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盲盒挑战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 我手上就是好 你先休息吧 我这前面有四个盲盒 有四个盲盒 然后呢 嗯 其实他有他有让我去盲盒里面打开 就给大家做挑战吗 那还是老规矩我能来一个个开啊 第一个盲盒是什么 你 OK 给大家看一下啊 哦反的 恭喜你解锁好声音 接线远任务 听到电话铃声响起后 接起电话 听到话筒里面播放的音乐之后 无缝接唱歌曲 再告诉大家歌曲名是什么 嗯 什么 好的 上电话 能看到不 哈哈哈哈 又上线了 来我就直接接吗 三二 哦好的 等一下 有没有词啊 拜拜 下一头 差点破音了 哎 不是先放电话铃声 哦电话来了 哦电话来了 喂 你唱呀都是 哈哈哈哈 我恭喜你精彩 我恭喜你精彩 最好的请过来 不好的请走开 后里多人不乖 恭喜你 拜拜新年快乐 嗯 没在怕的 下一张 哦 喂 啊 啊啊啊啊你唱的是英文歌是吗 啊啊,你搀着 simplemente吗 哦 有个多的 啊 错了 拜拜 这个好奇怪 哦 又响了 没得了 怎么办才好 拜拜 好 ZEG0211 还有电话吗 还有啊 听众真热情 别炸麦 好 我就不上炸麦那个 哦 电话响了 哦 你唱过了这个 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 让剩下去探玩 把残酷的未来 狂放到光年外 放弃规则 放纵去爱 放肆自己 放空未来 我不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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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大弹幕互动一会儿 好的 ZEG0211 公号下线了 啊 还有一套 互动一下 这个歌你们是不是一直不想听 我一直看到有人在我评论下面刷这个歌 剩下光年 喝个水啊 嗯 谢谢 谢谢 其实这个歌我以前 我以前有听 就是最先听五月天的版本嘛 后来是看一个 好声音的比赛是听那个陈冰 选手他唱的那个女生版 然后我也去练那个歌 啊 为什么觉得SSHSK6进来 就是 他有点像我在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做的那种语文题 但是你知道就是距离那个时候也有点远了 所以就是你在让我突然一下子沉浸到那个考试的那个题目的思考的氛围的时候 是需要一点摒弃掉现在生活环境就是你要转移到上高中初中语文课的那个氛围里去想那个题的 难的是这个 嗯懂我的感觉 我们有年终总结吗 有有一个就是但是年终总结对于我们来说是严肃的就是复盘这一年先夸再再训的那种也不是训就是总结今年做的不好的事情做的不到位的来年要更好的 不要撕嘴皮 我没有撕嘴皮啊 他们谢谢你们策划 工作人员嘴巴都笑到这了 哈哈哈 吃了几个蛋糕 目前为止其实已经吃了三就是切了三个了 还没有吃掉三个 哦要打电话了吗 好的 听说VG021的那个线又来了 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呢 喂你好 这么够 好 你说你好累 你无法再爱上谁 风在山路水 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 细数惭愧 我伤你几回 谢谢 好嘞 Z1G02121下线 第一个盲盒任务完成 然后我们 事不宜迟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盲盒是要干嘛呗 第二个盲盒 好恭喜你解锁 远来是你任务 远来是你 每一个台词对应两种声线的选择 你需要选一个选项按照要求说出台词 让网友猜自己模仿的是哪一项 OK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拿到这些题目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 台词是这样的 小朋友们起床了 学习的时间到了 不能偷懒哦 有两个声线 第一个A是霸道总裁 B是温柔学长 我来给大家选一个什么呢 我来看一下弹幕里面抠A还是B的多 A是霸道总裁 B是温柔学长 你们想看哪个 我只给你们5秒钟时间 3 2 1 哦不对 5 4 3 2 1 好像B的要多一些 那就我们来 我们来温柔学长吧 好 走你 小朋友们起床了 学习的时间到了 不能偷懒哦 好 这是温柔学长 好油啊 这个学长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我不明白对于现实 我完全不明白 我的梦想在哪里 我的现实又在哪里 然后这个声线是A是熊大 B是米老鼠 熊大的声线 我会熊二 熊大的是什么声线 熊二也行 好 A我就是那个扇子改了 A熊二 B是米老鼠 米老鼠 米老鼠是假生的 你们想听哪一个 C C 打C的给我拖出去 哪有C 好 选B的比较多 米老鼠 米老鼠的声音是有点 沙沙哑哑的 就是那种 假生的 嘿嘿 小朋友们小朋友们 那种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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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真 真正老师的感觉 来那种感觉 嘿嘿 嘿小朋友们 我不明白 对于现实 我完全不明白 我的梦想在哪里 我的现实又在哪里 好 这是米老鼠的感觉 好 说一段 元宵节祝福 元宵节快到了 深陷选择A 拉比小心B 数码宝贝中的角色 就是说 其实数码宝贝它里面没有 就是它不是一个 深陷文明的这么一个作品 大家明白吗 所以那我就选A了 因为你看我摸好数码宝贝的角色 我感觉 它好像不是以深陷文明的 我们就来拉比小金 好吧 啊好像雅鼓说的声音是比较那个 啊 那还是你们想看拉比小金还是看 是吗 我给他选一个 不能多选 人生没有那么多顺利的事情 结果二选一 好 我看到选雅鼓说的比较多 那我就用雅鼓说声音来模仿好了 说一段元宵节祝福 雅鼓说 做谈讯视频圈的朋友们 元宵节快乐 好可以了 谢谢 有点快可以互动多一点 好的 我也看看啊 我看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延迟的 不是唐尔雅 它的 其实雅鼓说本来是用就是那样的 它那个版本就那样 只是那个中文版本你们听的不是那样的 嗯 哦元宵节快到了 元宵今年的二月份和正月的那个时间是同 就是养粒农粒 公粒农粒是一 就是数字是一样的 所以今年是二月十五号 元宵节 然后元宵节 其实我们家那边元宵节吃汤圆这个事情 会相对于三 就是三十那天晚上吃饺子要更看重一些 如果你们要说饺子馅内卷的话 其实汤圆馅内卷是我这两年见过就是最 离离园上谱的事情 真的就是以前的汤圆馅大家都能知道就是 如数家珍都能想得出来嘛 就是什么花生啊芝麻白糖啊 最多来个五人对吧 还有什么红枣泥这些黑豆沙什么 红豆沙 现在的汤圆 肉的 中间不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出了一个水果的 我记得我买过就是那种不是透明的水果的馅 后来出了那种透明的估计是藕粉做的吧 就那种透明的馅 再后来出了肉馅 然后 评论里有喜欢吃肉汤圆的吗 就是我真的是一口都吃不下去啊 然后那个水果馅吗 还可以 但是就是 有点像在吃一个快餐品牌的派 就是它烫的 你知道吗 一口咬开那里面馅是烫的 烫嘴唇的 所以也 它比这个什么花生白糖的要烫 不知道为什么 黑芝麻的 其实我对汤圆这东西没有什么 所有的传统节日的食品里面 最喜欢的是粽子 但是现在因为自己有了这个不吃米的 给自己这么一个封印 所以粽子也 暂时不碰了 我可以把粽子切开吃里面的肉 然后 怎么我差点就讨论中秋了 算了跑题了 跑题了 然后 我上次 我上次回家的时候吧 我们家里人说 其实过三十的时候 除了那个香肠会内卷以外 腊肉也会内卷 但是这个说多些你们也不感兴趣 我觉得你也有时间跟你说吧 水晶粽不也是米吗 毛肚馅汤圆 咱就是说这个馅可以阳间 但不能那啥 毛肚馅那个东西保质期很短的 我看到那个211个我 我看到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有看到 很厉害 你眼睛还好吗 画完那个 因为我在评论里就是 认真的看大家就是这一次我画的画 我觉得你们真的好厉害 就是其实 我你们记住上次我画了一匹马 其实那个马我是在网上搜了一张图片 因为我我本身其实不会画马 我是看了 就是这样拿那个派看着那个马 这样就是看着然后这样画的 我觉得那样对我来说都很难 所以我觉得学隔行如隔山 我觉得大家学学画画 学到就是把一个人 在自己的眼中的特点 能描出来描绘出来真的好厉害 可以wink一下吗 哎为什么每次来这边大家就叫wink 就不 然后 气球好像双马尾 get down 下周是情人节 期间祝你们情人节快乐 快不快乐我不知道反正你们要快乐 嗯 冰敦敦有吗 嘿 这个直播间他就是许什么愿来什么 哎呦你看 说着说着天上就掉下来个冰敦敦 怎么样 你们应该问点别的你就有没有什么 对吧然后 腾讯是一个魔法屋 说什么有什么 嗯 对 这个冰敦敦 我第一次拿到就是冰敦敦的食物 然后原来这外面的外壳是软的 我一直以为它是硬的 我还在想说它往地上一弄不就摔了吗 它特别像一个以前的有一种款式的那种手机壳子的感觉 但现在它是赋予了新的含义 它是一层冰的感觉 包裹着我们的可爱的冰敦敦本体大熊帽 真可爱 你看它可以拖出来 还可以这样戴 你看它的帽子在后面 然后再放回去 是一个就是有就是除了玩偶以外 它有两件它还可以可以掰它可以可玩性的 之后有见到霍玛拉吗 霍玛拉霍玛拉在那边 这边是 不它 这不是它地盘 那边是它地盘 这个送我吗 这个是送我的 是送我的 这个是送我的 我不是戳它 不是我拿到了吗 总得看一下呀 对吧 真的做得很好 确实也蛮可爱的 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它 可以送你吗 可以送你吗 当然不行我也没有啊 为什么有人说道立 好几个 你到 雪融融没有 就现在是只拿到冰冻冻 他俩人气都太高了 一起来不了 对 好 那事不宜迟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盲盒环节 我们让冰冻冻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是上一个盲盒 好 现在第二个盲盒我们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三个盲盒是什么呢 第三个盲盒很简单 也不简单吧 这么大一张吃 自己的QB很简单 恭喜你解锁 猜灯迷冰狗冰狗任务 桌上有四成 对不起 桌上有三成三的小零食盲盒 里面有博远爱吃和不爱吃的食物 每个零食盲盒上面有一个灯明 你如果答对了 我如果答对了 我就可以掀开盖子吃一个 直到吃到的食物 在格子里能连成线 你能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九宫格 就是我横着斜着竖着 如果我能连着一条线 喊出Bingo 我的游戏就结束了 如果我抽不到爱吃的食物 就是如果打开那个东西我不爱吃的 我就可以选择命运卡 然后呢 完成命运卡上这个挑战之后 这个食物就当我吃掉了 听懂了吗 没听懂没关系 我玩病就知道 好 我们先把这个盒子放开 那这个地方有限 我们先用这个小小纸片来代替 那个数字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1 2 3 我倒是掰下来 你们再看吧 哎 少了第4张 没事 我拿这盒子带给 掉了 好 现在大家能看到 看不到 没关系 就在我面前 就在我面前 给大家看一下 算了这个是这个弯不了 就这样吧 反正我面前现在有9张纸片 9张纸片 然后呢 现在我面前是1 2 3 4 5 6 你们你们看应该是这样的 123 对 好 好 现在我面前是123 4 这个第4张我就用盒子代替 做一个标记 456789 那我来从第一个开始挑战 然后我就先123吧 先拿第一个零食 是什么呢 请我们的churchstuff 给我第一个零食是 哇 原来我第一个零食是 是草莓 草莓 我把第一个先盖过去 哇 那当然是很喜欢吃了 虽然这次回家 哎 有个好消息 我家那边就是 开始大大面积的种种子草莓 就是我们家那边草莓 开始就是 我终于可以不用老远的去 去买单东草莓了 可以吃我们的草莓 哦 好吃 好 我们边吃 哦对不起 我忘了有灯迷就回事 好 灯迷是 冰湖是冬奥项目 那么什么是下奥项目 打一食物 我可以问一下 这是冷笑话的方向的 还是真的 这是一个谐音的 冷笑话 评论里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告诉我吗 冰湖是冬奥项目 那什么是下奥项目 打一个食物 火锅对吗 谢谢大家 火锅是下奥项目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冰对火 火锅 哇 你们好聪明 那我就继续吃草莓了 那在吃草莓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很想挑战啊 第二个的灯迷是什么 我先我先打灯迷 再看食物对吧 好了 可是刚明明是你先递过草莓给我的 不怪我 第二个灯迷是这样的 传说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猎人 有一天他开枪打了一只狐狸 结果猎人受伤了 为什么 打一种生物术语 有人知道吗 我在 我上次录了个节目 打了几个题 我想起来 反射糊 对 反射糊 谢谢 哇 看我收到了什么 果冻 他们每一个都商标都折成了果冻 好辛苦啊 谢谢 这个我就带回去吃 我就继续吃草莓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第三个 灯迷是什么 草莓 蜘蛛的颜色 打一个英文单词 我想求助一下大家 蜘蛛的颜色 打一个英文单词 大家是知道是什么吗 哦 对的 白色 是白的 对吧 Spider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帮助我 拿到 拿到了 又是这家 我刚才吃了这家 看看这是什么 折尔根拌土豆 李莫 你有在看吗 李莫 嗯 怎么你点就是那个黛玉 我点就是这个黛玉呢 嗯 你点人家就送你一盘那个折尔根叶子 我点怎么就有折尔根土豆呢 吃起来 好 我来看一下 第四题 第四题的那个 灯迷我们看是什么 有点快吧 好吧那我再吃两个 我们来聊聊天吧 嗯 这个冷了也好吃 哦 Bingo 他说答Bingo我忘了 Bingo 但是呢 Bingo 他就游戏结束了 对吧 那当然不能结束 继续答 我好奇后面有什么吃的 这个凉了很好吃 嗯 嗯 那我们就看一下第四题好吧 第四个题是什么呢 灯迷是 打败毒液 打一生活用品 我先不看你们的答案 我要自己先动呢 毒液的对头是谁啊 这是啥 谁 哎 不行 这些答案是先一个 他们说是消毒液 对吧 我有被冷到我说实话 谢谢大家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盲盒的食物 哦 是命运奥特号装 我都不知道食物是啥 我要看食物 如果不喜欢吃我才抽命运卡 你自己选的游戏 我番茄 抽抽抽抽抽抽 抽下命运卡 命运卡是什么呢 叮叮命运卡的 这一面是命运卡 反面它还是命运卡 冲镜头wink 你说真的给自己选的 就刚说我不要 它就来了 来我来试一下我们的命运卡 冲镜头wink 321 谢谢大家 再wink一个 好嘞 你们谢谢命运卡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个 第五个那个叫什么 哎等一下我这样抽 我这样抽一个苹果试试看 我想看第七题 你方便吗 还是你按顺序来 哦只有两题了 时间不够了 没关系 我们去按两题算 那我就 我就算他第五个吧 来我们第五个看一下 难过的软糖 打一食物 难过的软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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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食物 你们知道吗 加心糖 我第一次在弹幕读错的答案 我第一次在弹幕读错的答案 你自己猜 哈哈哈哈 自己猜 QQ糖 有人说了 为什么 哦 那应该叫QAQ软糖 叫QQ软糖 OK 这个就是这个是挺能猜的 挺难猜 那食物是什么呢 就是QQ软糖吗 嗯 哇 居然给了我一个蛋糕 这是生日蛋糕吗 不是好的 你别让我就是情绪都上来 待会还有这个蛋糕 这个蛋糕我就先留着 如果大家还有蛋糕 我们就一起去吧 谢谢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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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物 是一个小蛋糕 对但他们准备的应该是另一个蛋糕 这个我就先放着很精致的草莓蛋糕 好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 第六个盲盒是什么呢 第六个灯迷是什么呢 不能讲冷笑话 打一个时间点 评论里有知道的朋友 如果你告诉我 我就给你wink一个 是什么 不能讲冷笑话 打一个时间点 自己猜 不要wink了吗 不能讲冷笑话 中午 中午他们都说中午 不能讲冷笑话 下至 下至 呃 我还是打五花八门的 零点 你们先说答案 我再wink 消敬 不能讲冷笑话 打一个时间点 呃 冬至 冬至 呃 不对 你们说就我都打过了 午夜 大喊 是一个时刻 这个时刻 他说提醒的是个时刻 是一到十二点钟 是一到十二点钟 时刻啊 不能讲冷笑话 一点 一点 为什么 一点也不好笑 哇 我还真是个天才 我竟然蒙对了 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食物 是什么 你要拿出巧克力我就 是吗 你拿 你拿 哇 居然是我们的Poke 哈哈哈 格力高Poke 白旗棒 那当然要吃一个了 对不对 来我来开一开啊 我最喜欢吃那个白旗 Poke 还是经典原味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P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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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草莓奶香味 你刚刚为什么拿来呢 你来吃一个草莓奶香味的吧 嗯 嗯 这个怎么吃呢 吃草莓奶香味 P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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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Wink不能给 因为这是我自己猜对的 好 我待会再会去吃啊 我先把它放在这里 好 那我们第三个盲盒挑战呢 也结束了 呃 恭喜自己就是 还就是 也不恭喜自己 也感谢大家在弹幕前的配合 让我完成了这一轮的挑战 非常谢谢 好的 那我们现在 呃 事不宜迟 我们就来看看最后一个盲盒是什么吧 还有一个不是浪费了吗 最后个挑战就是很简单 还没看呢 还没看呢 恭喜你解锁新的地图许愿池 腾讯视频圈社区的用户投票所选出的定制环节 模仿冰敦敦跳舞 模仿冰敦敦跳舞 来啊 这应该是你们想看的 咱就是怎么说 我这样我把那个沙发往回移 就可以 那冰敦敦是怎么跳舞的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冰敦敦他那个很经典的动图 大家都看过吧 他的手就是他在飞的时候呢 呃他的手是是有点就是随风摆动的 然后他跳舞的时候就是这样晃来晃去的 屁股晃来晃去的 然后我们来模仿一下冰敦敦跳舞 就是他首先要把那个手就是甩来甩去然后这样这样 那我 这样 首先模仿冰敦敦出场 哎我觉得我这样模仿肯定会打破大家对冰敦敦的幻想真的不太好 那他等着我面前 好吧 321 好了 那你们可爱的东西就留给他好不好 我来模仿他 简直就是 蟹毒他的旨意 来 你们还满意吗 希望你们满意 那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 这次每个成员的 生日直播的例行环节 就是呃 上蛋糕 好 许愿 然后我们来看成员们对我的祝福 对 期待一下 好 在他们拿上来之前呢 给大家先看一下冰敦敦 买到 没买到的朋友给大家看一下非常值得 拿入手中 哦 哇 能吃吗 你看这个蛋糕 我虽然是第一次看到灰色蛋糕 但我好喜欢 祝我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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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来许个愿吧 这个不擦蜡 不擦 不能擦 哦 好吧 好吧 那我就假装他有个蜡烛 许个愿吧 首先去许个可以说的愿啊 那一样吧 既然来到了平行视频圈 我们就 你看人家都从那个名字改成圈了 就表示 就是一年比一年好 对 我们许个公开的愿 祝我们曾经视频圈 越来越好 好吧 下次可能下次改名就预示你们更好了 就是许公开的愿 那我们来想一个不能说的愿 好嘞 你们猜我许了什么愿望 你肯定猜得到 那我就不说了 就让它成真好吧 好 非常感谢谭尽视频圈送给我的蛋糕 这真能吃吗 你这么硬 啊 翻腾蛋糕 好 好嘞 那我就先把它放到旁边去了 他摸他就这样了 还可以吃 好 然后呢我们 哦 惯例要切一下这能切吗 哦好香 哦 所以这个蛋糕的作用是在这里原来 我才看到你们的心里是 是我的失误 那我们就来切个蛋糕吧 我用这个叉子吃一点啊 找到了 刚刚在上一个直播跟我要刀那个人 你还在吗 还是不给你 你拿不到 好 来我们来切一下蛋糕 3 2 1 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 这个蛋糕也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嗯 这不是魔神就是真蛋糕 我们要吃一口吃一口 谢谢腾讯视频圈送我的生日蛋糕 我很喜欢 好 先放旁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员们的生日祝福 好为了让大家能够一起看呢 我们准备了两个pad 然后我们要就是怎么说 因为是手机直播嘛 所以让大家就是要尽量全部一样的观众的感觉 好 我们看到不 然后 这个点 中间 好的 好 来 3 2 这样我说1你就按 3 2 1 炒年糕 我以为他会做片子 炒年糕 不是一般的好事吗 吃饱的这个餐饭 不是他的这个 但还是这个这个好事 不然做的 所有的 所有的 如果贵的话 我对的 要 待会儿跟你们说这个事情 毛肚的事情 我听说 为主 那边有一种参照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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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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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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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团队的合作当中,只要有他在的时候,就是男人男人群。 联系的时候业织的趁热是专业的。 因为会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略带式的解析。 还有我们做迷路游戏的时候,做规则的时候,他忘了很多。 我其实在我的房间,也想到我自己的朋友,我自己的朋友,我自己的朋友,我自己的朋友。 我觉得最好是有很多朋友。 因为我觉得不管在什么事情中,他是那种可以让人很放松, 或者是有他在旁边的朋友们安全。 因为他一直照顾,特别是外国人, 我该对了。 他会安排好,我们逼动創刀的人上车的时间, 然后这时候呢,就是他在。 我还在排练的时候,我还知道他们在里面。 郭文老师,你跟我摩饰了吗? 对,然后他每次,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说话,他就笑得很。 让我笑得很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好。 嗯,在我的实际。 他会给一些比较特殊的外卖,所以他会给一些比较特殊的外卖。 所以他会给一些比较特殊的外卖。 但他总有些花样,然后他会分享给我公司。 他这个时候,我就在认为。 准备好最后一大部分。 他的这个双眼皮非常深邃。 每次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眼睛充满了故事。 有时候,我们两个眼神交流。 我就知道他干。 所以说,他的这个眼睛是非常会说话的。 非常欣赏他的眼睛。 也希望他可以, 心里面继续做自己想坚持的事情。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帮演歌很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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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很温柔的。 然后,很温柔的。 下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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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拍的时候, 他原演是, 那个会有全力去抢抢的人。 因为银行人力, 可以在表演中, 能看到你一直在进步。 谢谢,帮演歌。 真是快乐,拜拜! 帮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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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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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不能开心, 然后,就 这个是他们通用的, 这个发表的。 希望是, 最好的。 生日快乐, 那, 在这个地方, 就我们的博老师, 以后的日子里面, 一番公出二楼中, 在下温泰三次, 在五, 五, 五, 六, 七七, 八, 快乐! 我感觉这个是什么是没感觉 所以是非常难受的 一块 现在就回老师生着快乐 博远那个美梦 他那个颜值就是 特别人正在他跳舞 他特别的气场啊什么都比较好 祝他越来越好 他就越来越帅 生快乐博远 博远老师生越快乐 然后希望你也要很开心 谢谢你非常好朋友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多 一个闭嘴吧 吃到的外卖越来越好 自己的手里也变得越来越好 你的唱票会不会出来 只要你新的一年里面 你可以见得通常万事分利 好嘞 谢谢 第一波视频放完的时候 大家就是对我的祝福仅限于就是 下属这件事情了 然后后面还说到大家就是好 全方位认真的分析了 祝福了我 我觉得很感谢大家 非常谢谢 谢谢 腾讯视频 全收集了大家的祝福 因为 其实我 我说实话 我每次其实挺开心 就是说 要通知我们要录成员生日祝福 这件事情的 因为你知道男生跟男生之间 不可能抓着你突然很感性的 就是没有一个节日契机 去跟你说一些想对你说的谢谢的话 或者说夸你 然后男生就需要有一个这么一个契机和平台 或者就这么一个机会去去集中的 别人也都夸 我也夸 不会只有我不好意思这种感觉 大家一起夸 就会把自己就真心话说出来 但是我姑且说 相信他们说的真心话 每次夸大家的时候 就是每次录生日祝福 我说我是很开心的 因为感觉有一个机会去给任何一位成员 说一下自己真心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 所以这次直播的时候 我也很期待这个环节 也收获到了来自其他十个人的 真挚的祝福 包括我们还没有回到身边的丽丸 然后期待他早日归队 中文进步好大呀你 然后呢 赞多 其实你知道我在家拍那看到毛肚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 我应该把它拉来过年 你让我爸给我准备了 那是两盆 那不是一盆接一盆 就不是一盆再怼到另一盆 是两盆 两个大的毛肚切成那两盆 后来已经就是 泛滥到我就往我舅舅家云 因为那边人多 就大家拿过去上火锅吃 才勉强就是还剩那么一小坨 要不然就真的吃不掉 他说吃毛肚料理 那赞多了以后带你去贵州好吧 好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非常认真的 也真心的给了我祝福 然后 就是我其实有点有 因为平常你知道他们 给我一个很强很强烈的感受 就是在我面前嘻嘻哈哈的 就是有时候会嘻嘻哈哈的 我会毛起来那种嘻嘻哈哈 但是但是那个视频里面 就给我的反馈是 就是他们认为我在的时候 会让他们安心 所以我会觉得 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太让他们 真的可能真的就是 对我有个很强大的信任 才会在我面前嘻嘻哈哈吧 就这么想的话 那我还挺开心看到他们嘻嘻哈哈的 以后也也不会毛了 好 谢谢各位E2ONE的宝贝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环节是 这是什么呢 另一个视频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另一个视频 没关系 就这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另一个视频 同样的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 这样可以吗 好大家就勉强看一看啊 来我按我说到一你再按啊 三二一 接下来 有了好多方言 耀肥蔓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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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伯乐们刚刚说了多少种生日快乐 这个题不是必答题 我就说了211种 谢谢大家 哇一下子学了好多种版本的生日快乐 非常棒 谢谢你们 贵州老乡好多 好接下来呢 是我读手写信的环节 那这个就拜托staff 替我代抽了三封一对信 然后就恭喜这三位幸运儿了 没抽到你怪他们 别怪我 第一棒 这是带了一幅画作的信 画得很好 大家看 然后呢我们来读一读好了 亲爱的博远生日快乐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你已经陪伴了我一年 对于生日的记忆停留在你上次直播吃蛋糕 没错也是在我们腾讯视频圈 这是我家的 这一年辛苦了 谢谢你的坚持与努力 我借着你的光看到了更美的世界 也借着喜欢你让自己成为了更好的人 最后还是想喊出最经典的博乐语物 大刀过斧向前进 好好汤汤 哦对 好好这个时候念商应该是好好汤汤远歌行 嗯 谢谢你 谢谢你 他把我画得很帅 看 现在29这是油漆对吧 就看得有点圣人 谢谢你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 第二张呢是文字版本的 他用了很漂亮的信纸 很漂亮的信纸写的 恭喜你 那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个信件 To博乐 想让你知道有很多人喜欢你 想让你知道你为很多人带来快乐 想让你感受到大家对你的爱意 所以写了这封信 首先祝你生日快乐 也祝你新年快乐 2022年也要健康的活动 继续享受舞台 能和大家多多见面就好了 对的 我们也想着真的 我会期待着你在未来的活动中 展现更多样貌的 要健康幸福 悄悄给你讲 学校重新修建了 新开了 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吗 哪个学校 学校重新修建了 新开了很多店 景色依然美丽 你再来三亚 哦你是三亚学院的 好的 你再来三亚有机会的话 可以回来看一看 我今年也要毕业了 虽然对未来感到一丝迷茫 但是相信你所说的 盯着前方每一步都不是弯路 我会努力向前走 希望一切顺利 未来我们五万人 演唱会见吧 希望那时你我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加油 这个是橙子的意思 对吧 哇 谢谢你 那你是我的学妹 我 我其实 我有 我毕业以后 我有陆续 就是每隔段时间 会搜一搜 我们学校的公众号 看一下学校最近的图啊 什么的 因为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学校那个书餐馆在修 然后 好生就是我毕业那一年就修好了 反正我是没有机会体验到那个大图书馆 我听说就是很大 很壮观 然后那个街上 就是商业街上还多了很多 以前我就是想要的生活便利型的那种店 然后现在就是我现在都有 生活越来越好了 这羡慕不来的 永远只有最好的 更好的 没有最好的 恭喜三下学院的学弟学妹们 好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封 也就是最后一封 这是也是一幅以画作为主的 为我庆祝生日的信件 给大家看一下 谢谢你 谢谢你 也恭喜你 也别抽到 说实话 在念之前 我要先跟你说 我看不大懂你的这个落笔 所以我就给你看 但是我念不出来 那我就开始读了 博远29岁 生日快乐 希望你今天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爱 收到了 今天真的是看不过来 今年还有好长好长 未来也有好长好长 尽情去实现你的梦想吧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是一幅画 希望你喜欢 我收到了 我很喜欢 谢谢你 画得非常好 而且这上面就是有一些我的各种皮肤 就是这个公演皮肤 那个大导大导日记皮肤 这个是风暴眼皮肤 这个是上次牵授的皮肤 对上次有点遗憾 就是来的人 因为就是我们要做好防疫工作嘛 所以就是没能按最好的效果来 不过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啊 能让更多人见面 谢谢你 我收到你的话 好的 那这三位就作为我们圈的代表 给大家读了手写信 然后更多的更多的信件呢 其实我私底下会慢慢看 大家放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 说一说新年 啊不对 先画自画像 我就害怕他事情来了 就是画画 没有一个参考 就是我很难画 因为我没学过好画 我的自画像 我的自画像 我想一想 好像还是想画那个 大嘴唇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画出 这一年也没有去进攻画画这个事情 然后今年 但是有跟以往有区别的是 我这个哎呀画歪了 再补一个 就是我今年这个嘴唇上脱皮 这个问题比以往好了一些 所以我今年画嘴唇 我不会 我不会在上面画那个脱皮的痕迹 我就把它涂的红红润润的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表示我这一年 更健康 然后又好好的在涂唇膏 确真的 就是之前我不是 有跟大家说过 那个刘宇介绍了一个 很好用的那个 蜂蜜唇 唇膏给我嘛 然后我就一次买了很多 后来我们化妆师也被安利了 我跟他说这个真的很好用 他就买了那个 然后我们化妆的时候 要涂唇膏都涂都是那个 然后确实很搞用 然后睡觉前涂一层 我现在嘴巴其实 没有以前那么爱脱皮 我的自画像呢 为什么我老爱化嘴巴 自画像呢 为什么我老爱化嘴巴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 很爱叨叨叨的人 然后我觉得最能代表我的 就这种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就是实际上是画作水平 有限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最能代表我的 就是这张嘴巴 又爱吃又爱说 那我就还是跟以前 我就不把那个 我就不把上面涂了 要不然你们看不出来 它是这样子 那看这个上面这个没画好 这是我的嘴巴 像不像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太了解了 好嘞 这是我的自画像 不脱皮的嘴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是一个 就是说一说我的 是吧 所以说我的新年 最想做成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也就是说 是一个心愿单 跟大家分享的心愿单 我来看看啊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心愿单里有什么 最想做的一件事 还有最想学会的技能 最想打卡的地方 最想获得 这个东西 他画了个奖杯 就是什么什么的认可 我们一个个说 最想做的一件事 新年今年2022年 那就要说一个就是可能以前没做过的事情 最想做的一件事 开演唱会 这真的是我 你要是任何场合问我 都会把这个事情当第一个事情说 我太想 太想 因为以前开过很多公演 但是演唱会还真没开过 我开过一次 但是那个其实 他性质跟公演也很像 我要那种很大的那种场馆 然后人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11个人 所以我们要一起看 开演唱会 然后最想学会的技能 考驾照 那我就写开车 说来就是那个啥 就是我真的没 以前没时间去学 就是因为他有很集中的那种 虽然现在可能也很难 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写 写出来 也要真的想去学 就是现在这样 最想学会的是开车 考驾照 最想打卡的地方 我写一个惊喜 惊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是特定的某一个地点 就是因为我最近发现 就是我有了很多那种 故地重游的机会 就是不管是在家 还是在工作的地方 就是去了那种 以前就去过的地方 但是会发现 他有跟以前不一样 甚至有失望 但是又惊喜 其实失望和惊喜 对我来说都是惊喜 因为他有改变 然后他没有改变 也是惊喜 因为维持了我的记忆 就是我很喜欢去 打卡去过的地方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那种故地重游 这种感觉 对我来说就是惊喜 惊喜 然后最想获得什么什么的认可 最想获得 我自己对自己 其实是有认可又不认可的 最想获得自己的认可 这是你们估计都猜到 我会写这个 所以我要写给你们猜不到 我来 最想获得班主任们 还有老师们的认可 我的班主任就是历来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导员 就是对我都是一个很宽容的状态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在班上 其实说实话 学习成绩不是那个拔尖的那个人 但也不是那个拖后腿的人 老师呢 对我就会有一种 希望我成绩能够再努力再努力的 然后但是呢 我又就是 他们对我就觉得我很认真 但是呢 就觉得应要加把劲 应要加把劲 我说好好好 现在就是 其实说实话 从小学到大学的班主任 还有导员 有的甚至已经就离开了 然后有的 我偶尔会在街上能碰见 但是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知不知道 我可能一直秉持着 小时候在想做的事情 一直走到现在 如果他们能看到的话 就是还是能 想听到 就是他们对我的鼓励 或者是祝福 对有机会碰到的话 因为我 我现在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联系他们 对 然后呢 还有老师们 这个老师们范围就很大 因为从学校出来以后 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特殊 就是我在做这个工作开始 还是面对的是老师们 就很 而且是比以前就是说 更多 更 怎么说呢 像声乐老师 舞蹈老师 任何的表演台词老师 还有模特老师 形体老师 他们和学校老师 其实不一样 他们没有 他们虽然是老师 但是他只是 这个只是他的 可以 他可以兼任很多地方的 声乐老师 舞蹈老师 对吧 他不是说在这个学校全职 做这个老师 那其实他对于 我们训练的人来说 他并不是 我要抱着一个 我一定要把你怎么怎么样 能够训练出什么什么样的 这个心态去做 他可能 他想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就他作为老师 这个老师的自由 但是呢 我认为 我觉得我是一个运气 很好的人 因为我觉得 我遇到的老师们 都对我非常好 而且好到就是 即使我和他 已经脱离了 当下那个工作环境的关系 但后来 我再碰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是非常愿意帮我 就是不管是那种出于 需要费力气 还是甚至是需要 他们出去出钱 去帮我这样的情况 都会出钱 因为有时候 人嘛 总是需要帮 出门在外 总是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所以那种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真的很感动 然后现在呢 就是他们帮助的 我是唱歌跳舞 以及做艺人的 各方方面面嘛 那现在就是走到了 今天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以后 老师们也很高兴 我就是 今天还收到了很多老师们 给我的生日祝福 然后每年呢 也还会就是 想要有机会碰到的时候 还是要聚一下 我觉得老师们 就是这个行业里面 少了他们的帮助我 就是真的 因为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天赋型的人 如果我少了老师的帮助 我真的 就是 才艺上的进步 可能 我会特别快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所以我很希望获得 就是我的班主任本 和我老师们的认可 最后要特别感谢 我的大学导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啊 大学的时候呢 就是 我有时候老是请假出去 面试 但我不 我不推荐大家去模仿这个行为 最好不要 因为但是 那个时候 有些时候不得不请假 还要请假 然后他每次也非常支持我 让我请假去面试 然后后来 不过我后来 我也有好好的去把学分补回来 好的 非常感谢你 你有在看吗 他后来其实有联系我 但我实在是没时间回去 好 感谢我的老师们 这是我的心愿单 然后 接下来是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 上面写个 可以不用念出来 好 展望未来就是说 说一说信念最想做成的事情 剧透一下什么时候发新的Vlog 或者是练习室 其实我年前录了一些 我不太满意的 我就都没有准备发 就是 咋说呢 等我想发就再发吧 这是一个说了等于没说的答案 便吃便说吧 然后呢 今年最想做成的什么事 其实刚刚愿望清单上已经说了 我今年想考驾照 最好有时间能考上 然后 剧透一下什么时候发Vlog 我手上现在还有没有Vlog 没了 没了 就是 下次 就是你们能懂我这种心态吗 就是我 我不是想说为了发Vlog 发Vlog 而是说 我去工作的途中 我觉得这一个地方 或者是这一幕 我有必要把它拍下来 给你们看 我给其他人看 我才会想记录下来 就我不能说为了完成一个业务 说我每次要上班 我必须要拍 不是的 就是 我觉得值得分享的时候 我才分享给你们 就是 我觉得就没什么好拍的 我就不拍了 能明白我的感觉吗 对 所以呢 什么时候发 你就看我什么时候 跟那种 让我碰到那种值得分享的环境吧 科目二拍Vlog 科目 我科目一还没开始呢 科目二拍Vlog 而且科目二是开车对吧 开车怎么拍啊 这样是伪伪的 对啊 考驾照拍 如果我能拿到驾照 我就把我考驾照的这个过程拍下来 如果我拿不到 我就把原文件删掉 好 然后呢 其实我们今天 就是 TWR给我设计的这些环节 我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聊天的时间 我来看一下剩多少 现在9点04 其实到时间了 对吧 还想听吗 投视测评 那个现场你们都看过了 还有啥好测评呢 基本上每一个给我的投视 我都带过来 我跳一段 我跳 我跳啥呢 跳一段 算了吧 就下次就是 这个 直播间跳舞 我们还是在舞台上跳吧 看看人数 2.0万人 挺好的 挺好的 2.0万人 赶紧没钱多 嗯 我再跟你们聊一会吧 聊个 现在9点05分 我们聊到9点010分 好吧 聊个5分钟 嗯 29万 哪有29万 我这显示是2.0万 哎 怎么是不一样 你刚好这在2万人 哦 29万 不知道 这个 好吧 无所谓 嗯 嗯 我们再聊一会儿 毒性 reaction 呃 太多了 我就慢慢看吧 好吧 太多了 每天睡前没事的时候 因为我有睡前 无聊时候看书的习惯 可以翻翻看看 我上次 我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对于信件 信件的那个 讲究还挺有意思的 有人拿那个文件袋装 有人拿那个牛皮纸 然后有人是用那个 烫印 就是各种各样的 外卖复盘大会 外卖复盘大会 我还是点 我还是开了外卖复盘大会 你不知道我住哪 对 嗯 最近有什么推荐的书 那个 我在看伪装者的原版小说 因为 因为那个 跟涛姐接触了以后 我发现她是一个 就是我 因为我没有看过伪装者 我一直听 我们在重庆的时候 我听小涛姐说 他们看伪装者认识涛姐 我其实我 说啥 我永远没看过 然后我那个电视剧 我有看 所以我开始去看那个小说 我听说小说比电视剧还精彩 嗯 画册 我有收到画册 我有收到画册 想看我涂唇膏的样子 可是那个唇膏 我没有打码 我怎么涂给你们看 嗯 我有收到大家的签名 一张纸 一本 我可以问你们个问题 我问你们什么问题 对你们没有问题 开端还没 开端还没 回去看 很多人推荐 就是那个我们的 成熙视频的老大推荐了 可以去看一看 嗯 可以到九点半吗 不可以 别人不下班 就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 还有两分钟 过年胖了瘦了 你这问题问的就是 上个直播只不在对不对 那就其实是胖了胖了一公斤 不是胖了是一公斤吗 六十到 六十到六十 诶是六十一好像是 说一句泰语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泰语 非常的有戏剧冲突 fc直播进不去 听到了吗 赶快一下给他们 cover刷马尾 我觉得可能这段时间不太好cover 你知道 你们也知道 不能不能 去溜盘水玩 我没去过溜盘水 但我一直想去来 还有一分钟 咯咯咯咯咯咯 就是 你怎么敢 how dare you 的意思 就是 那个泰语里面竟然会用这样的话 就是 他这样 咯咯咯咯咯咯 就是这种感觉的 把番茄吃了吧 no 万里 那最后给大家唱一段万里 我们就下播好不好 想下班对不对 等会儿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动心在万里的路 一步一步之我在重塑 呼 我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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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今天的腾讯视频圈 我的博远 我的博远 博远的 那个生日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我们的圈给我准备的礼物 准备的好吃的 还有这碗土豆 待会儿就给您摩吃吧 可以点到我这有 然后呢 好 大家来过腾讯视频圈的 应该都知道每次圈完之后 我们还是要惯例的要给大家说一下下次进来的渠道 在腾讯视频搜索我的名字 记住不是我的名字四个字 是 inq1博远 在腾讯视频搜索inq1博远 看生日直播完整版 回放 也别忘了点点右上角的订阅哦 听到了吗 点订阅哦 好的 那谢谢大家 今天守候在 相机 守候在屏幕前看我的直播 我今天就下播了 拜拜